吉野家要推這個鴕鳥肉洞 而陳彥我們知道 養鴕鳥它其實對環境的衝擊 是比養牛還要更小的 所以它有可能會變成是地球的救星 當然不知道吉野家是不是鴕鳥心態 因為它推這個鴕鳥洞 當然開玩笑 就是說它現在在全日本 四百家門市是六萬份 我覺得這是一個市型的概念 因為它現在有五百隻 養了五百隻鴕鳥 現在是日本最大規模 但為什麼要這麼做 實際上當然跟現在 整個氣候變遷有很大的關係 大家現在不是要講永續 但你要減少碳排放量等等 可是我們又需要蛋白質 那怎麼辦呢 基本上吉野家就是因為看好了 我剛才講的 我必須要去適應氣候變遷 我又希望能夠提供 它提供客戶有豐富的蛋白質 鴕鳥肉確實是一個相當好的發展 一個重點就是飼料 只要牛的事物之一 所以一方面我可以降低 糧食的消耗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說永續當中 我們要知道就是牛肉的 這個碳排放 等一下我解釋 所以他就希望說 透過他們來主導 未來我們會看到 牛肉 羊肉 雞肉 豬肉 豬肉 豬鳥肉 就有這樣的一個選項 當然吃前 我還沒有吃過 我不知道口感怎麼樣 之後如果有吃再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牛確實在反鋪的時候 在消化纖維的時候 會產生甲烷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在客廳的時候 常常提到是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在反鋪 那這個部分 是很大的一個排放量 全球的畜牧業 超過10億頭牛 12億頭的羊 排的甲烷 竟然佔全球總量的三成 所以其實牛跟羊